美国真是丢人现眼了,这或许也是今年迄今最让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了,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,为了让粮食尽快送到加沙,缓解那里迫在眉睫的饥荒问题,美国总统拜登今年三月宣布,将在加沙建造一个浮动码头,方便海上救灾物资的输送,没办法,以色列不允许加沙有港口, 也就是美国还能让以色列稍微通融下,临时建个浮动码头,接下来事情是这样的,美军花了3.2亿美元,建了个临时码头,结果被大风浪给整垮了,先是有个小船想把嫖走的码头转回来,结果自己先在沙滩上卡住了,然后他们派了个大点的登陆艇去救小船,结果大船也搁浅了,俩船尴尬的亮在那了,更搞笑的是, 本来要旧的小码头组舰,自己漂啊漂的,直接漂到了以色列的一个海滩上,成为游客的围观对象,美国军方这下急了,出动了更多船只想去拉这两个倒霉弹出来,还用上了挖掘机,但一时间也没辙, 这个码头是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,用来送人道救援物资的,花了好大功夫弄起来,结果运行第一周就状况百出,总共才送了大概820吨东西进去,连加沙地区人民最起码需求的15%都没达到, 以色列收码头利用率太低,还不如陆路送得多,整个事件就像是好心办坏事,本来想做好事送救援,结果却变成了一场有点混乱的海上救援行动,还成了新闻热点,让人哭笑不得, 美军在加沙建设临时浮动码头过程中,遇到的一系列问题,表面上看是一系列不幸的技术失误,和自然因素的结果,但背后反映了一些更为深层次的问题, 首先美国声称建码头是为了迅速增加人道援助,但实际上出其运能达到的需求远低于预期,这说明美方根本没有对加沙的人道需求充分评估, 不过是压力之下的仓促之举,自然会忙中出错,其次耗资巨大却收效甚微,本来建码头就引发了舆论广泛质疑, 现在3.2亿美元投入,仅换来极小的援助成果,现在码头已搞砸了,美国民众更加看不下去了, 拜登你等着被喷吧,一些批评声音更是指出,美国此番举动更多是处于政治考量, 而非单纯的人道主义驱动,部分分析认为,如果美国真的关心人道危机,应该从根本上解决冲突源头, 比如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,而非搞一些表面工作的援助。 据央视报道,联合国实务权专家把赫里认为,美国在加沙戒码头和空投物资的行为像一场秀, 指在迎合美国选民,尤其考虑到即将举行的大选,从人道、国际和人权视角看,此举显得荒诞不惊, 在外界看来,美国此举颇有切断退送轮椅的味道, 它意味着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,导致人道危机的根源问题之前, 即便是善意的救援,是治标不治本,问题是现在这个戏码还眼砸了, 有意思的是,拜登刚刚在西点军校吹牛,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, 美国依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了,一个码头都搞不好, 你好意思说自己强大,美国你到底行不行呢? 此情此景,让人哭笑不得,真好比是老母极端诈了, 进退两难,我看到有以色列媒体,还哪壶不开提哪壶, 打去说这是史上首次有美军船只停靠在以色列海岸, 够黑色幽默,够丢人现眼吧,加沙在杀戮,饥荒在蔓延, 本来最快捷的救援方式就是以色列开放边境口岸, 让救援车辆赶紧进来,以色列不答应,美国也似乎无可奈何, 于是美国一边给以色列提供武器, 一边给加沙修建浮动码头,但花费巨资的码头, 居然一阵海风就被吹走了,美国的救援船, 不仅没救援成功,反而自己都搁浅在了海滩, 这就是美国的建造质量,这就是美军的办事效率, 这就是美军的救援水平,或者美军你这是真想救援吗? 还是只是一场作秀,但却把自己的底裤都秀丢了, 但是不得不说,美军还真挺有钱的,这个世界只要自己不尴尬, 尴尬的就是别人,美军在加沙果然有一套, 3.2亿美元重金打造的浮动码头,竟然撑不了是天, 要知道按照正常情况, 3.2亿美金搞一个大型港区都绰绰有余了, 所以很多人说,这贪污也太明显了吧, 贪没贪,那肯定是贪了,贪的还不少, 3.2亿美元里真正用到实处的, 有一千万美元就偷笑了, 但说道理,不贪更不行, 这个码头必须贪, 码头是由美军工程兵团修建的, 基建最大的障碍就是成本, 美其民约人力成本,无论哪个国家都是如此, 虽然不是真的, 但明面上都会这样讲, 不管你信不信, 反正他们是信了, 现在用了工程兵团, 那就不存在人力成本问题了, 毕竟军队的工资是固定的, 涨也涨不了太多, 如果效果好, 把码头修的质量刚刚的, 还不用花多少钱, 那大家就会发现, 原来不需要这么多钱也能办成事, 但好事, 原来是有人一直在撒谎, 工程兵团就会被更多使用, 就像我们以前的铁道兵, 质量是没得说的, 但钱赚不了太多, 用多了各方就没钱赚了, 为了不砸碎大家的饭碗, 工程兵团必须把活干坏, 必须把码头修得一塌糊涂, 毕竟你不拿, 我不拿, 史密斯专员怎么拿, 史密斯专员不拿, 他的上级怎么拿, 问题还不只是饭碗, 码头虽然是基建, 但基建也要讲政治, 码头修好了, 援助物资是不是就多了, 援助物资多了, 对巴勒斯坦是好事, 对哈马斯是好事, 唯独对以色列是坏事, 任何不利于以色列的事情都涉嫌返游, 给工程兵团一百个胆子, 也不敢有返游行为, 所以这个码头必须谨守政治底线, 但是世界民意汹涌, 以色列的行为实在不得人心, 欲戴皇冠, 必成其中, 作为世界霸主, 又不能不做个样子, 修个码头, 送点物资, 实乃义务所在, 这义务, 这要求, 简直不要太少, 于是码头不能不修, 但又不能修得太好, 折中办法就是修坏, 还要坏得恰到好处, 你看现在是海浪打坏了, 大风冲垮了, 不赖我, 不是我不想帮助巴勒斯坦人民, 实在是天有不测风云, 当然意外是意外, 主观上的努力不能不表现出来, 于是码头的构建被冲走后, 美军出动了两艘登陆艇前去抢救, 其中一艘还搁浅在了海滩上, 造成三名美军士兵受伤, 看到没有, 为了帮助巴勒斯坦人民, 我们甚至受伤了, 至于努力没有取得好结果,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, 毕竟努力不等于必然成功, 反正大家都有目共睹, 我的确很努力了, 努力帮助巴勒斯坦人民, 避开哈马斯, 也没有反游行为, 世界上本没有路, 走的人多了, 也就有了路, 什么是老戏骨, 这就是老戏骨。